一会儿又有了下楼也买大鲁包 It's you 我就是在这边一边买 这边一边喝 那边一边茶 然后一会儿又有了下来买大鲁包 您吃点食品 啤酒 都可以 我们家还是不过 您我还撒 其实我本来还想在 你挺帅的 在什么上面拍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咋子 我觉得到黄景的第一印象呢 就是觉得他挺man的 然后挺帅的 然后我觉得 春野毛 讲的 这个 看我 睡着了 困了 说 说 挺好 二 不是 不是 百 二百 十五 他不是二百五 演技好 然后 悟性高 懒 没了 想问问周周周跟金鱼 初次见到对方的时候 和拍了这么多场戏之后呢 对于对方的认知 或者说是感情有没有什么变化 有 肯定有变化 肯定有变化 就见了之后 了解了之后 相处了之后 觉得 不不不 先说刚开始是什么感觉 刚开始啊 刚开始我觉得这个人 差挺高冷的 很高冷 特别高冷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不理你 也没有说不理我 就是没有表现出就是 热情 热情啊或者那方面的东西 然后逐渐相处之后呢 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逗逼 那你会有主动说要去跟金鱼 去套套近乎呀 因为毕竟还是对手气特别多嘛 对 相处吧 就正常的相处 不用套近乎 我内心是炙热的 你知道 我内心是炙热的 老师帅 所以就习惯了对方来找你 是不是 嗯 对 对 又对 第四天呢 金鱼觉得他 特别面 特别帅气 哎呦 没了 一样都会感觉 帅 帅 帅 不同的 美 美 美 我最感动的是 就是拍戏的时候 因为天气特别冷 然后呢 嗯 那个现场呢 就是我们会去准备热水袋 然后就是 但是热水袋就只有一个 然后黄敬云 看到我方 拍戏下来 特别冷 但是 有一堆 因为 好 这个 那些 我们 没错 我们 庞大的 那些 感谢观看